专题报道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中央谷播电台台湾之音 所直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 专题报道 美国总统欧巴马24号表示 国邦部长黑格认为 现在是交界职务的适当时机 而他也接受了黑格的辞职 黑格成为美国这个月初 其中选举共和党大胜之后 欧巴马内阁第一位下台的阁员 他的无意境请辞 也引发了华府政坛的震撼 请听以下的专题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黑格在任职近两年之后决定辞职 虽然白宫表示 这项决定是欧巴马和黑格一个多月来磋商的结果 是两成的共同决定 而且黑格是在任内表现良好的情况下离职 纽约时报却引述高层官员说 黑格是在压力下辞职 尤其美国最近接连出现外交政策危机 包括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 打击伊斯兰国行动备受抨击 根据报道 欧巴马因国安团队未能妥善处理一连串的全球危机 而要求黑格去职 68岁的黑格是在2013年2月就任国防部长 他是欧巴马国安团队唯一的共和党人 黑格参加过越战 1996年当选内布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 他是在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认识欧巴马 当时他们都是参议员 都批评伊拉克战争 因而成为朋友 但黑格上任以来 一直打不进欧巴马的核心圈 如今他成为共和党 在11月的期中选举 获得参院多数席位以来 欧巴马内阁辞职的第一人 黑格请辞的原因众说纷纭 有一说是因为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事 与对抗伊斯兰国的战略备受质疑 黑格被迫扛起责任 另外也有说法是 欧巴马国安团队内部不和 先前曾经传出 黑格在对叙利亚政策上 和白宫国安顾问莱斯意见不和 而且黑格与国安团队成员缺乏互动 相对于国务卿凯瑞 莱斯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希 黑格是沉默的一员 欧巴马上任之后陆续推动亚洲再平衡 美军预算原额精简 赐伊拉克与阿富汗撤军等重大的军事政策 当时欧巴马选择黑格 来领导以较少的国防预算 进入成平时期的军方 谁料到因为伊斯兰国崛起 美国再度进入战争 伊斯兰国圣战事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城掠地 迫使黑格必须处理错综复杂的战事 如今欧巴马做了黑格不适合这项任务的结论 媒体报道 欧巴马不满黑格处理伊斯兰国问题的手段 被动刑事 对局势缺乏清楚了解 无法提出打击伊斯兰国的新策略 黑格方面则认为 白宫删减预算 在兵援与装备缩减之下 还得兼顾亚洲重心 对不守中亚洲再平衡的黑格来说 面对认为资源必须放在东亚的国安团队 看法各异是确实存在的问题 五角大厦发言人科比 在其中选举过后 曾经公开表示 黑格会持续待在内阁团队 做完剩下的任期 黑格上周在加州 针对国防政策发表演说时 也并未透露准备寝辞的迹象 纽约时报指出 欧巴马撤坏黑格 似乎是在回应舆论 舆论批评政府 对伊波拉病毒 伊斯兰国等问题 一开始就反应失当 中原共和党籍议长贝纳 24号表示 在挑选接替黑格的人选时 必须重新检讨美国的军事政策 他说 这次人事异动 必须配合检讨美方对海外威胁的战略 尤其是伊斯兰国崛起所构成的威胁 虽然黑格的闪电下台 不一定会带动美国国防战略的变动 但无论如何 黑格时代是结束了 正如同欧巴马在记者会上所说的 当他请黑格担任国防部长时 美国正进入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 如今在带领这个部门转型之后 现在是黑格结束复的适当时间了 至于黑格的继任人选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前国防部次长费诺若伊 与前国防部副部长卡特 都是可能的接班人 费诺若伊是华府智库 新美国安全中心现任执行长 他若获得提名 将会成为美国首位的女性防长 以上专题由吴林康撰稿 陈子华播报